好,那我接著就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好,我們先大概稍微復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講過 所謂的意大利的文藝復興 或者是說整個文藝復興來看的話 跟所謂的中世紀 它的重疊 同時並存的時間 其實就是有差不多兩、三百年了 那我們說過歷史的很多的 這個事件,它並不是說 好,看著時間來,我時間到 我今天應該文藝復興了,不是這個樣子的 它大部分都是 從一個小地方,一個小的點 然後慢慢慢慢去發展 開始的發展,它一定非常非常的緩慢 那它跟滾雪球一樣 你發展到了越高峰的時候 它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OK,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你如果去查歷史的書籍的話 所謂的文藝復興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或者是中世紀什麼時候結束 你可以看到它們 每一本就是不同的歷史的書籍 你甚至看到它自己歷史書裡面 它都會有兩、三百年的差距 有些書會跟您講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 它是中世紀 有的人會跟您講說 六世紀到十六世紀 文藝復興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它在十三世紀末的時候 我們知道它已經開始萌芽了 但是那個時候 對於大部分的來講 它其實它的存在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它只是對於一些所謂的學者 或者是貴族 才真正的有所謂生活上面的影響 大部分人來講 它們的生活還是在中世紀的情況 那麼這樣子其實要差不多兩、三百年之後 我們上個禮拜提到的 所謂新古典主義的興起 新古典主義的興起 並不是說它就跳開了文藝復興 它是文藝復興的其中的一個部分 但是它是在文藝復興當中 它非常重要的一個轉類點 有了新古典主義之後 我們之前講過 開始的時候文藝復興 它所謂的文藝復興 其實就是這些貴族 這些受過教育的人 他們在做什麼呢 他們把過去古希臘的文明 想要把它帶回來 然後古希臘了之後 古羅馬之後 然後古希臘的這些文明 他想要把它帶回來 所以它有很多東西 它在努力的去模仿 在努力的去複製 可是我們說過有很多東西 你要事後去模仿複製 你只要有一個小細節 你不見了 你沒有辦法做百分之百的複製 所以呢 我們所謂的新古典主義 開始的時候 它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在於人本身 它的一個突然一個領悟到 其實即使我們好像在複製一樣東西 但是我們沒有百分之一百的複製 那麼這一些小細節 這些小漏洞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理解 我們的想法 去把它捕捉的時候 其實這個本身就是一種創新了 OK 那麼新古典主義的 這一個主義的出現 提出 那麼給了就是文藝復興的這些人呢 一個所謂創新的一個 你要說它的規範也好 或者是一個所謂的 審美審核的標準也好 然後他們就開始 就是我們可以做我們自己的東西 但是是在這一個 我們從過去古羅馬 或古希臘的典籍 所找到的這個規範之下 我們可以去做 那麼從新古典主義 延伸出來的幾個 你們最熟悉的就是所謂的三一律 對不對 就是一個劇本 它就是只能有一條故事先去跑 然後呢 它所發生的時間 它必須要在24小時一天以內 然後它的地點不可以到處亂跑 必須要在同一個地點上面 OK 那麼除了三一律之外 那麼其實我們上個禮拜 也有提到過的 那麼這個時候呢 那在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呢 除了三一律還講求其他三樣條件 第一個就是它要非常的寫實 所以因為這個寫實的要求 我們所謂超寫實的東西 它在我們現實生活當中 至少大部分人是覺得它應該是不存在的 像鬼魂這樣的東西 它就不應該出現在舞台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道德教訓 也就是說善必須要有善報 這個劇本的結尾 惡人一定要有惡報 那麼再來就是一個強調 它的通信 而不是特性 所以老人 它應該是有什麼樣的通信 與其寫一個老人 應該什麼樣的通信 而不是一個特定的某一個老人 它就是你要描寫的通信 人家看到 它是屬於這一類的東西 是類別的東西寫得好 比特別的某一樣物件的描述來得清楚 要來得重要 OK 好 那麼從這個寫實的這個想法呢 就延伸出來了 我們所謂的confident 這樣子類型的角色 那我們之前說過 因為它要笑真的話 那表示過去的很多的 獨白跟旁白這種東西呢 它就很奇怪了 因為在舞台上面 照理對原來講 觀眾是不存在的啊 那它怎麼旁白呢 那它在跟觀眾講話的時候 那台上其他的 角色人物是什麼 是白癡還是龍子 好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獨白的部分 我們說過獨白 除非你是神經病 才一天到晚 在那邊跟自己講話 才跟自己講話 好 所以就是說confident 這樣的角色 這一種類型的出現 它其實也就是所謂 這個reality 它必須要求真求實 要真實的這個情況 好 那不容易做到 有的時候並不是說 這個東西不真實 打仗 常常會有打仗的情形 或者是說在一個市集裡面 會有很多人聚集 好 這些並不是不可能 在現實生活出現 但是在舞台上的時候 你很難處理的 你很難處理的 讓人家看著覺得說 欸 這具有說服力 這真的是在現在 在發生的事情 那像這些東西呢 我們就放在後台 所謂的off stage 然後就是讓一個messenger 一個報信的人來說 噢 剛剛在後面什麼地方 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不是在舞台上 實際來演出 OK 好 那麼在這一個同時呢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整個文學或藝術 它開始強調的 不是再去一味的模仿 而是 欸 你可不可以有 你自己創新的東西出來 雖然是在這個 所謂的新古典主義的架構之下 好 那麼在這個同時呢 我們就看到 就有所謂的 我們上個禮拜 也有稍微提到的 就是 語言上面的問題 每一個國族 那麼他其實有 他自己的所謂的方言 英國人講英文 法國人講法文 意大利人在這個時候 他們已經不是用羅馬文了 好 雖然羅馬人曾經在 他的這個 意大利半島上 好 創立了這個羅馬帝國 這麼樣揮煌文化 但是他們有 他們自己的語文了 OK 那麼這些東西在那個時候 也算是一個 所謂的方言 那麼他們在開始創新的時候 用什麼樣的語文 用自己的語文 然後 經由這些語文 是這些貴族 這些各城市裡面的 這些貴族呢 他們所鼓勵的 這些君王 他們所鼓勵的 為什麼 利用語言 去融合 他自己的國主 然後去加強 他自己的力量 所以這些方言文學 其實等於是幫這些 軍國 然後呢 藉由同樣的語文 然後去找出 這些同文同種的人 來支持他 來鞏固他 OK 所以這也是我們之前有提到的 就是 尤其是 弗洛倫斯的梅迪西家族 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刻意的去栽培藝術家 其實他們已經發現到 這些文學 這些藝術品 其實他們除了漂亮之外 他們不是單純的裝飾品 他們其實是很有用的外交軍事 還有政治的力量 他們可以利用這些東西 然後在人們卸防的情況之下 然後去統治 去控制 他自己 就是屬於他所統治的這些百姓跟人民 OK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那麼根據這個新古典主義的話 他所立下的規則 那麼 所謂的喜劇跟悲劇 我們剛剛講過 他所著重的是類型 是通信 而不是特性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所列出來的 什麼叫做好的悲劇 什麼叫做好的喜劇 他所列出來的條件 好 在人物角色的塑造來講 喜劇必須要來自於中產階級 或是下層階級 悲劇的話是來自於貴族 那如果是以他的故事情節的取材來講的話 喜劇他的取材是來自於一般人的家庭生活 悲劇的話 悲劇的話他取材於 好就是神話 歷史 那麼或者是我們可以慢慢看到越來越多的神經 OK 好那麼再來一個喜劇呢 他所出現的 好就是舞台上面的場景呢 最常用的就是街道 好 市集 那悲劇的話呢就是在宮廷裡面 所以上個禮拜同學的報告也有給你們看到 好設計 布景設計 他是非常固定 他雖然不是完全每一次就是喜劇就是這一張布景 或是悲劇就是這一張布景 但是他就是有這個特性 這個通 通信在裡面 OK 好那麼下面一個就不太難了解了 喜劇是什麼 喜劇呢就是大家最後皆大歡喜 好這個很容易了解 悲劇是什麼呢 大家都不happy 然後就死一堆人 那個就叫做悲劇 好這個就是非常簡單明了了 好喜劇呢是用口語化的語言來寫成 悲劇呢他就必須要用詩歌的題材 要用韻文來寫成 好那麼喜劇呢 尤其是早期的時候呢 通常都是受教育的這些人呢 然後跟受教育的觀眾利用喜劇呢 然後去描述中層或下層 階層社會的這些人呢 他們就是感覺上好像不是很上道 不是很聰明的一些行為或者是舉動 那麼有很多呢 其實他們是用來取笑中下層的人 那其實我們知道在這一段時期 比如說莫利亞他的這個喜劇呢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雖然他自己其實 你要嚴格講起來 莫利亞自己應該也算中產階級的 OK 可是他的劇本裡面有很多 他是站在跟貴族跟國王同一陣線 然後去取笑當時的中產階級 OK 好 那麼悲劇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悲劇英雄 那麼他所做所為呢 所造成的非常就是可怕的這個後果 不可收拾的這個所謂的悲劇 OK 好 那麼在下面這個條件呢 就是根據角色不同的性別 年齡 還有他的這個階級職業 好 那麼他們應該要能夠表現出來 他的特性 所以醫生他有醫生上來 他的表現方法 那醫生我們知道 尤其像莫利亞來講 醫生通常都是雍才一個 然後呢 他的是身上穿的那個大學服 一看就知道就是他 這就所謂的通信 OK 好 但是在那個時候呢 很好玩的一點 其實不管是喜劇跟悲劇呢 都沒有 他們意外當中產生的第三個劇種來個 受到歡迎 那個東西就叫做田園劇 那麼田園劇本來是剛開始的時候 文藝復興的人們呢 他們想要去復興 希臘悲劇 還有希臘 尤其他的Seta Play 就是所謂的洋劇所產生的 OK 然後學的不像的結果 因為真的對這些東西的這個紀錄太少了 我們知道其實 尤其是這個Seta Play呢 事實上保留到今天完整的那一部只有一個 Cyclos 是杜艷劇人 所以你只有一個的話 你要你要怎麼說去找出他的一個通信 你要怎麼去完整的去呈現 幾乎是不可能 所以他們就跑出來的一個 其實這是非常是文藝復興他們自己的東西 這個東西就叫做田園劇 好 那麼田園劇很好玩的 尤其是對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來講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就是當田園劇 在我們所謂的話劇 就是對話的這種表現方式 越來越不吃香的時候 他們慢慢的就融到了歌劇裡面去 OK 那歌劇它開始發展 其實就是我們意大利文藝復興呢 就搞中的時候 那麼歌劇呢 它其實是巴洛克下面一個時代 最重要的一個貢獻 OK 好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田園劇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田園劇其實呢 它的產生呢 有兩條非常主要的線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本來呢 是要去復興Santaplay 結果復興半天的結果 因為學的不像 然後跑出來第三個東西 那麼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在這個希臘的這個悲劇也好 喜劇也好 都有所謂的歌舞隊的表演 OK 那麼這些歌舞隊的表演 看在文藝復興時候的 這些人的眼中 它很像一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他們在中世紀的時候 常常在幻場或者是幻景的時候呢 出現一個現象就是有人場 有人場之下我們知道 尤其是連環劇常常會有個狀況是什麼 那個小鬼就會從那個地獄口就跑出來 然後叉子就開始給人家亂叉 然後防止觀眾離場 所以如果你敢中間跑掉的話 他就用叉子 擦你的屁股 沒有擦回來 繼續看戲 OK 所以這個東西呢 他們就通稱為目尖劇 OK 它並不是一個正式的演出 那麼在義大利呢 他們的目尖劇的表演呢 後來就越來越走向 偏向也喜歡唱歌 有唱歌跳舞的這些東西在裡面 OK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為什麼它後來會發展成為 就是我們所謂的歌劇的原因 那這個時候的這個目尖劇呢 它叫做Intimensi 我們大家會看到那個字 OK 好 那我們現在先看到就是說 從這個set of play 洋人劇呢衍生出來的一個問題 好 那麼 他剛開始的時候 為了要去仿制 好 set of play 那我們知道set of play 他至少我們有一個知道的東西 就是他所謂的歌舞隊都是什麼 都是半人半羊 然後他們都很吵 在那邊蹦蹦跳跳 然後他們生活的地方都是什麼 就是在森林之間 所以他們創造出來了一個固定的場景 就叫做Arcadia 好 它是一個夢幻的場景 它是一個神話的場景 它不是一個真正的山林 OK 我們今天會看到就是從那個衍生出來 它的服裝設計或什麼 你看了你就知道 沒有一個牧羊人會穿的那樣子去牧羊 沒有一個牧羊女會穿的那個樣子去牧羊 不要開玩笑 OK 好 那這個是一個夢幻的一個場景 OK 那麼就是假設這些神話性的人物 這些半人半羊或是山裡面水裡面的這些精靈 他們生活的這個一個環境 OK 好 那麼他們故事的這個內容呢 一定都跟戀愛有關 OK 好 所以基本上他們都是這個愛情故事居多 好 所以 在田園劇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16世紀呢 就出現了兩個非常經典的作品 一個是Tasso的Aminta Aminta後來呢叫做Silvia 為什麼呢 Aminta是男主角的名字 Silvia是女主角的名字 其實是同一齣戲 然後從意大利文藝復興以後 Tasso寫了這個劇本之後 他會一直往外傳 然後他到法國 又會有別人的 又是重寫了一次 然後又是到哪邊 又會有重寫了一次 像這樣的情況 OK 好 1596年呢 有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忠實的牧羊人 Garini的這個作品 OK 那麼這些作品呢 其實我們到現在還可以看到 只是已經不是原來的 對話的表現方式 我們會在哪裡看到呢 芭蕾跟歌劇 OK 好 所以我們看到 田園劇之後 它會被歌劇給取代 歌劇 它同樣的也會吸收 田園劇的 它的題材跟作品 好 那麼等到就是到 巴洛克時期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歌劇 所以它到了最高峰的時候 它完全都要求要有 職業的這個演員來擔任的時候呢 它就會從就是那種半職業的 或是由妓女來表演 就是女性角色的這種情況呢 會把它改成Castrati Castrati是什麼 就是菸靈 其實小孩子還沒有變身的時候 就把它菸掉 然後去保持它的聲音 OK 那麼這一個傳統呢 會從巴洛克時期一直保留到十八世紀 OK 好 這個我們現在再看 然後我們看一下 Intamensi 好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字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木堅劇 你可以看到整個文藝復興時期 幾乎到處它都有 木堅劇這個東西 只是它叫的名稱不一樣 還有不同的地方呢 它發展的就是到後來 它會有它自己一個發展的 一個特別的去向 好 那我們講到了在意大利來講 它的Intamensi呢 它特別到後來 會越來越走向 唱歌跳舞的這個部分 OK 那Intamensi 其實它在這個英國就叫做Interlude 就是其實都是同樣的一個東西 那當然不同的地方 它會有不同的這個 它要強調的這個特色 好 Intamensi呢 那麼慢慢的變成在宮廷裡面 做什麼用呢 就是說 比如說今天在宮廷裡面 來了一個 就是別的國家派來的一個外交人員 比如說你自己國家裡面的公主 你這個家族的公主呢 然後要跟另外一個貴族的這個 王子要聯姻 那人家就會送那個相親畫像來 OK 當然不是相親 知道那時候還沒有相親的這個 就是沒有照相的這個系组 可是呢 他們會畫像像 OK 然後會送來 那當然就是說 它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外交人員會送來 好 你接到外交人員的時候 那麼在宴會當中 他就會穿插一些餘性的節目 他就會用Intamensi 他會整個抽離他原本的 不管他是跟著哪一齣戲 他會把他整個抽離出來 那因為他本來就是穆堅劇 所以他跟 他就是跟我們所謂的chorus 好 就是你 我想看看 就是在古希臘時候的那個 歌舞隊的那個表演 他常常跟主戲 尤其主戲的 他的那個故事線的發展 是沒有什麼太大關係的 他就把他抽離出來 然後做一個表演 OK 好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這個也可以讓你理解到 為什麼那個 從這個時候開始 就是君王他們那種貴族的怜因 到後來 尤其到十八世紀會 衍生出很多的麻煩 因為畫一幅畫非常貴 所以通常來講 如果是說不管男女 那個相親畫 如果是十五六歲畫了之後 然後這一門親事沒談成 那幅畫還要用到下一門親事 然後如果你這個親事 最後談成是二十年之後的話 那個畫像跟本人那個差距 就會蠻大的 所以那個時候會有很多貴族的女孩子 然後看了那個帥哥 嫁過去之後是五十歲的 可能都已經布局 然後他就很不滿 就到後來你可以看到 十八世紀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貴族女性 就是從嫁過去那天開始 就想辦法要怎麼樣 幹掉他老公 可是他幹到老公呢 又必須要能夠保密 要不然的話 女性是沒有財產權的 女性其實是男人所擁有的財產 所以他同時還要能夠保密 所以他還必須要有情婦 跟他怎麼樣去合作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看看到 就是說他這個 可以說是二嬰 是怎麼給種下來的 OK 好 那我們再繼續 那麼在這一段 intervency的時期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有女性角色的話 好 那不管是要 需要唱歌或是跳舞 通常在宮廷裡面呢 他們所使用的是 就是高級交際花 他們其實是妓女 可是呢 他們跟一般的妓女不一樣 他們是受過教育的 好 那很諷刺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這些高級的這些交際花呢 就是說在這一個時代裡面 連貴族女性 大部分都是不能夠受教育的 就反而這些交際花可以 因為這些交際花有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這些王公貴族 他們處理完國家大事之後 他休息的時候 有時候想要找人家聊一聊 可是他聊什麼呢 他講國家大事的時候 他老婆聽不懂 他女兒沒受教育 怎麼辦 他就只好找 聽得懂的就只有交際花 所以教育在一個交際花的養成裡面 是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這些交際花裡面有很多都是保讀世俗的 OK 好 那麼如果是說呢 好 現在又看到另外一個很 很好玩的一個文化 就是女孩子的教育 女孩子這個時候呢 有很多為了要保證他們出嫁之前是處女 就開始有那種就是小孩子出生沒多久就送到修女院去 因為修女院沒有男人可以進去 然後到那個婚室已經差不多談成了 才把他借出來 然後趕快把他嫁掉 OK 因為女孩子的徵操在這個婚姻的契約上面 它是第一條的這個條件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為什麼會提到Cloyster 就說很多女孩子她還沒有出嫁的時候 她的教育是在修女院 那麼Intermenzi她會變成修女院裡面 這些小孩子 她將來她是貴族的這種婦女 她嫁到貴族家庭 她必須要熟悉 這樣的一個就是貴族生活裡面的文化 所以他們也會有Intermenzi的演出 那麼就是修道院裡面的這些女孩子 她們自己去擔任表演的活動 那我們剛才講到後期的話 這樣子的角色 因為女生不適合拋頭露面 但是歌劇又要要求 那麼她的這個表演者 都要職業的這個表演者的時候 會慢慢的這些就會被Castrati 就是會被引領給取代掉 OK 好 這個部分我們就講得非常跨了 就是Perspective透視法 這個同學的報告的部分 講得非常的詳細了 OK 好 那麼 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時期所講的透視法 基本上是單點透視 OK 那麼真正所謂透視法 把它完整的整個架構出來的是 達文西 達文西後來呢 其實它的整個架構出來 它發覺其實呢 透視法它應該是不同多點 而且它是圓形的 它從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點 OK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 那就是在這個設計的上面來講 這個是也同學講過的 就是三種 Serial 它所提出來的這個 三個最主要的布景 它就常用的三個戲劇種類 所使用的三種布景 OK 那麼現在先講一下就是 Serial它的重要性 到法國的時候還會提到 因為它是後來被法國國王 請去修羅浮宮跟風丹白露宮的 這個建築師 OK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單點透視 沒有問題吧 所謂的消失點 就是在舞台正中央的那個地方 好 所以這是宮廷景 這個是街道景 也就是喜劇用的 那麼這是田園劇用的三類影景 OK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到 就是第一個劇場 OK 第一個劇場 它並不是職業的劇場 第一個劇場 是為了做學術研究而蓋的 就是Olimpico 好 那麼在蓋Olimpico的時候 這個在同學報告上也給你們看過的這個圖 那麼在蓋Olimpico的時候呢 他們其實把古典集拿出來 作為參考 那麼這個是Terence的這個戲呢 就是演出時候的這個畫像 好 所以他們就是會把這些東西呢 把它列入參考 是列 OK 好 所以Olimpico既然呢 它的這個劇場的這個 呃 營建它的目的呢 其實呃 它並不是作為就是單純的職業性的劇場 好 那麼當然它就是要求要能夠多功能 好 所以當然它是一個戲院 沒有錯 你可以在那個地方演出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但是呢 還有一個它也用來開學術研討會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它建好不久了之後 這這幅畫有什麼特別呢 是在它的這些聽眾 因為在當時呢 就是呃 基督教在日本 其實是被禁止的 所以這時候呢 他們是開學術研討會 然後呢 有日本的 就是遠道從日本跑到這邊來開 學術研討會的 這個賓客 它到今天還是一樣 還是一個多用途的地方 所以這是開會的時候的行星 OK 這個是演出時候的情形 OK 好 那麼這一個部分呢 是過去所使用的油燈照明 這個已經沒有在用 它只是留下來給觀光客看的 OK 好 那麼在Olimpico它的照明呢 最主要是兩種 好 一個呢 是蠟燭 那麼蠟燭它通常都是用在 呃 就是觀眾洗的這個部分 因為蠟燭比較沒有什麼煙 然後也沒有什麼 就不好聞的味道 好 那另外一個照明呢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油燈 OK 好 那麼在1585年的時候 就是這個劇場呢 那麼開始就是呃 可以營運的時候呢 他們所呃 提出的第一個戲碼呢 就是 伊迪帕斯毛 因為我們剛才知道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學術機構 Vincenza的這個呃 學術機構 它本來就是希望是把它用來做學術研究的 OK 那他們所專精的學術研究呢 就是希臘悲劇 好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所謂的公共劇場 公共劇場基本上呢 他們都是屬於呃 職業劇場了 OK 好 那我們看到在公共劇場方面 其實最早開始呢 是在這個呃 維尼斯 好 維尼斯它為什麼會這麼重視劇場 因為最主要維尼斯 它是一個商業的大臣 所以大家都跑來這邊做生意 好 那麼做生意之餘呢 他們當然需要娛樂活動 好 所以呢 戲劇 好 或者是劇場 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生意 好 它本身也變成一個很重要的生意 OK 好 那我們看到呢 它最早的 就是有我們所謂的 Pick Box Gallery 好 就是我們現在 現代劇場 它的這個 觀眾席的這種安排呢 那麼據說最早呢 就是從 呃 San Casiano 好 這個劇場 來的 那麼San Casiano 最早是用木頭建造的 好 所以很怕火 所以在1629年的時候 全部會燒毀了 好 那麼我們現在所看到 留下來的是 1637年以後 那麼用石頭建造的 好 Oops 好 那我們看一下所謂的Pit 就是中間的這一塊 那麼這一塊呢 現在就是變成 就是說如果你 相對的看那個易仙館的話 就是一樓的那個座席 OK 然後再來所謂的Garally 是外面的這一圈 好 就是樓上的位置 然後最後面這個是包廂 包廂的話 有很多現代劇場 他們把它拆掉了 因為覺得包廂 它好像變成是一種 就是特權的一種象徵 所以尤其是民主國家 很多都把包廂給拆掉了 好 但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像包廂的這個設置 一直到維多利亞時期還有 所以如果有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之前的那些劇場 有很多它還保留了那種包廂在裡面 OK 好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是所謂鏡框式的舞台 因為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們看到就是 這個布景的設計呢 它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你是好像在看畫 只是呢 這個畫跟你牆壁上掛了畫一個布 一樣就是 這個中間有人會動 或者是它的這個圖 它會有時候會變化 就是 所以呢 為什麼它會有那個鏡框 因為它的目的就是讓你感覺 欸你好像是在看畫 那個就是畫的框框 好 那麼那個畫的框框的 就是第一次呢 在我們所有舞台上的出現成為呢 就是舞台 劇場結構的一個部分呢 那麼據說是從Faness 1618年所建造的這個劇場 所開始的 OK 好 那我們剛才講到呢 威尼斯呢 最主要它是一個商業大臣 娛樂 也就是說這些商人的娛樂 它本身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生意 所以呢 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 那麼威尼斯它的這個劇場的營運呢 跟其他的地區很不一樣的一個地方就是 它是屬於一個營利性質的地方 那如果說你去看米蘭 或者是 威尼斯 其他的地方的話 那麼一個是他們曾經呢 被這個西班牙人佔據過 所以受到影響 再來一個就是呢 他們所受到就是教會的這個控制的這個力量呢 其實一直到文藝復興還沒有辦法完全擺脫 所以基本上來講呢 像如果是在米蘭的話 那麼他們的劇場的營收其實到後來都是要給教會的 教會會拿這個營收可能會去救濟窮人啊或什麼的 所以他們錢最後營利是其實是教會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呃 那這一段時期你可以看到它的劇場結構都是大同小異 好 我們先看這一張 好先看這張原因是因為這張畫的是最整齊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這 平行的這些這些都是搭景片的地方 OK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幾乎觀眾席 它的空間跟你的舞台的空間幾乎是一比一 因為如果你要用透視法的話 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它有時候甚至你的舞台你還要更深才行 才能夠會有那個視覺效果 那麼舞台大部分的地方其實是搭景之用 不是演出的地方 演出的地方其實是非常靠近觀眾席的這個地方 只有一點點 你如果跑得太深的話 一個會破壞美感 因為你的這個比例會跟那個搭景的比例 會不太一樣 好 這是一個問題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如果跑到搭景區去講話 沒有人知道你在講什麼 甚至有的時候你的動作如果不是很大的話 甚至也沒有人知道看得出來 你在裡面幹什麼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這個時期的設計 幾乎都大同小於 你可以看到那搭景區 OK 然後這邊是觀眾席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機械上面的使用 好我們知道機械的使用 或是所謂的特效呢 其實在中世紀的時候 使用的就非常的頻繁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 中世紀它有一個就是表演上面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除了演員 都是業餘的演員之外 它反而是搭景的 服裝設計的 做道具的這些通通都是專業 OK 所以像木匠它是這個專業的木匠 然後做這些 特效的這些人呢 他都是他自己 工會裡面 他的這個行業裡面 他自己的職業裡面 數一數二的高手 他才能去做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在中世紀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機械上面的東西 已經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緻 OK 那麼他們最差的一個地方 其實反而是演出的那個人員 因為演出的人 他如果這一個 好就是插段 是屬於木匠工會在負責的話 那演出的時候 裡面的演員通通都是木匠 好 那這種情況 是到中世紀末期 才開始慢慢的有改變 因為我們知道像這種 連環劇的演出 其實他們也是在彼此競爭 你今年做了什麼 你下面一年一定要做得更好 因為這些連環劇 對工會來講 就是他職業的那個扛棒 然後人家來看戲的 不只是看戲 也順便看 欸如果剛好要嫁女兒的話 然後我要打金士 欸哪一個金將中的比較好 就是這個時候再看 OK 好 好 那麼所以呢 這種競爭非常激烈的結果 到後來不只是 記憶上面的這種 就他們自己行業 各行各業記憶上面的競爭 他最後就變成說 你精彩的程度也要競爭了 那演員不好實在很難 所以才會想到是說 好 那麼演員也去聘請 就是真正的職業演員 然後進來演出 OK 好 那麼在文藝復興時期 我們知道早期呢 基本上來講 你還是可以看到連環劇的演出 好 那你還是一樣呢 可以看到我們之前在中世紀的時候 介紹的那些表現方法 或者是劇種 好 這個呢其實它是跟文藝復興的發展 尤其是早期的時候是 並行的這種情況 OK 好 那麼到了1637年的時候 我們所看到的就是王公貴族的那種 所謂透視法的設計啦 比較複雜的那些設計啦 那麼這些東西呢 慢慢的在威尼斯的公共劇場 也可以開始慢慢看到了 就它的普遍性 好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在一個劇場 除了我們所謂的景片幻景之用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那個平面圖了之外 那麼還有哪些就是常見的 就是特殊效果或者是設計 一個就是叫做Glory的東西 Glory是什麼呢 就是在中世紀的時候 不是常常會有天使 天使要在天上飛 那就類似我們現在所謂 吊鋼絲的那個技術 那個東西就叫做Glory OK 那麼到文藝復興的時候 有的做到誇張什麼程度呢 是一整輛馬車可以倒在空中 然後那個馬還是活生生的馬 OK 好 那麼另外一個是叫做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是什麼東西呢 它就說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那個牙醫 牙醫的腎呢 是Aponeal 他的那個聖人劇裡面 他不是到後來那個死之前 他所受的酷刑 就是牙齒要一顆一顆被拔掉嗎 你不能拔一個真人的牙齒啊 所以你在他就是這個 Aponeal他被判的刑之後 然後就是真的要拔牙齒的是一個 就是那個假人 所以你要把他換過來 好 那你換過來的時候 要盡可能的不留痕跡 那那個技術就是這個東西 OK 那麼在文藝復興的時候呢 很多呢就是我們所謂那個景片的 那個換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大景片 合起來 然後在推開了之後 就什麼東西就換過來了 好一個大人換成小孩 或是小孩換成大人 像這樣子的狀況 OK 然後再來呢就是 呃我們所謂的Trap Door 好就是舞台中央 它會有一個留著就是所謂的暗門 小的暗門呢是用來換人 好或者是說呢 有時候魔鬼 中世紀的時候魔鬼要跑出來 好 從平面的地方 它是從暗門這樣子浮現 那如果是說到了文藝復興的時候 偶爾這個戲裡面出現的例外 我們等就是後面我們看到有很多寫戲 這個戲劇上面的例外 好 那麼如果你真的要帶一個鬼出來的時候 也是從這個暗門跑出來的 好 那麼暗門有大有小 好如果是大的暗門 它甚至可以整個做幻境 好 那這個技術呢 我們其實到現在其實還是可以看到 當然是非常花錢 就是在日本的Kabuki裡面 歌舞技 好他們還繼續在這個使用這一類的東西 OK 好 那麼再來呢 就是更誇張的就是在舞台上面看到火山爆發 OK 或者是在舞台上面我們之前已經講過有打水戰的那種技術 在這個地方我們還是繼續會看到 那麼有的時候是用蒸的水 有的時候呢是用波浪機 OK 波浪機我們就是慢慢也會在禮拜五的課 你可以看到那個波浪機怎麼使用 那有些劇場 它會把波浪機 會當成跟它的景片的那個機器一樣 是成為它必備的一個 呃 就是配備 OK 所以那個東西就叫做Rolling Sea Wage 就是這個東西 OK OK 好 那我們再下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些戲 好 就是說這些劇本 我們通通都通稱為Comedia 並不表示說它一定是寫劇喔 我們只是一個通稱 OK 那麼你可以看到Comedia什麼東西 後面那個就會告訴你它的特性 好 像Comedia dei arte 它就是所謂的藝術喜劇 Di arte的意思是它是需要高度技術的東西 好 需要高度技術才能完成的事情 OK 好 所以Comedia dei arte就是我們中文翻譯成藝術喜劇 好 那麼 藝術喜劇呢 它的這個表演上面呢 一個很大的特性就是它有不同的這種種類的角色 所以它有Pantalum 那麼 就是中文翻譯成潘大龍 好 就是那種 呃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那個角色 它就是從最早期 好 有這個所謂新喜劇的時候 然後那個家裡面老爸爸那個手才弄的角色 好 然後它裡面還有就是所謂的Zenny Zenny是一群就是我們所謂的仆裔的角色 仆裔也有不同種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都是用種類來劃分 好 那我們在講就是呃 這個 無病身癮的那個劇本的時候就會講到 對不對 Algon它其實呢 就是從Pantalum這樣的角色演變過來的 好 好 那麼 第二個呢 好 improviso呢 意思就是它是屬於極性表演的劇種 好 所以它沒有腳本 那其實藝術喜劇本身基本上它也沒有腳本 它基本上也是一個極性的表演 好 erudita的話就是指這是學術界的人士所寫出來的劇本 所以它不是提供給專業劇場用的 它是給業餘 業餘的這個學術界的人士 所寫或者是所用的這個戲碼 Valenska指的是什麼呢 Valenska指的就是一般的那種鄉下的那種老百姓鄉巴勞 好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 Sina呢 那這個地方就是在我們現在所謂的中北 好這個 義大利的時候 那麼它本來是一個鄉間 就是很鄉土的這種戲劇的表現方式 但是後來呢 他們有學者對這樣的表現方式有興趣 所以跟表演者就集合起來 變成一個像學會像工會的這種東西 然後把它給保存下來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這樣的做法 一個好處是在於是說 像這種鄉土的 原始的表現方法呢 如果沒有這樣保存下 它很可能慢慢就不見了 就消失了 就跟我們所講的亞特蘭鬧劇那個時候一樣 它到底是什麼 我們只剩下幾個彩陶黑陶瓶子可以看 OK 可是它的壞處在哪裡呢 就是它表現的方式 它就不會再繼續演變了 它就定型了 就不會再演變成什麼東西 所以它的表現方法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特定 那麼它特定的會有什麼東西呢 那麼通常來講的話 它的這個故事呢 都是圍繞在中下階級 然後都是那種中下階級的這種人士呢 他們的生活在打轉 那麼他們基本上這些戲呢 他們的內容 就是政治色彩都很濃厚 因為呢 Sina這個地方呢 它曾經被佛羅倫斯給佔領過 它也曾經被西班牙人佔領過 所以它裡面的這個戲碼有很多呢 都是在 就是批評佛羅倫斯人 或是批評西班牙人的 好 那麼grave的意思呢 就是它是非常正經八百的正統戲劇 所以Comedia Grave呢 它最主要是什麼東西呢 它就是延續 從Melanda 然後Terence 一路以來 這種正規的愛情喜劇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Comedia它基本上它就是通稱 它不見得一定是喜劇 好 但是呢 它基本上就是通稱 在這個時期 它的戲劇就叫做Comedia 然後後面呢 就是告訴你它屬於哪一種 OK 那麼在一個劇團裡面的演員呢 就叫Kamiko 那麼 Kamisi Kamiko它只是單數複數的差別而已 是它指的是同樣的東西 好 那所以如果是你是藝術喜劇的演員呢 那麼你就是稱為Kamiko OK 但是 但是演藝術喜劇的演員 他常常也會去演別的類型 就是只要是有人花錢請他 他為什麼不去 有錢賺就好 OK 那如果是一個劇團的團長 他叫Kamiko Kamiko 好 好 所以我們看到基本上呢 藝術喜劇Kamitia Deiate呢 它是屬於一個巡迴演出的團體 它很有可能就是在中世紀末期的時候呢 它就已經就是有這個東西的存在了 所以他們所到之處呢 然後就是搭起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舞台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所謂的舞台 就是個板凳 然後木桶就是這樣子架起來的 非常非常的簡單 OK 然後它分為戴面具跟不戴面具的角色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